习惯在睡前玩手机的人 或要付出这四个代价 看看你有没有 上到老下到小 玩手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已经成为了一件在正常不过的事情 可以说我们绝大多数时间都在被手机给支配着 可谓每个人都有一个好朋友叫手机 尤其是在睡前玩手机 但你不知道的是 你的身体正在为之付出你不知道的代价 让你伤痕累累 一容易熬夜影响睡眠 你是不是也这样 睡前明明有了困意 却舍不得放下手机 总是仗着自己还年轻就经常性的熬夜 即使知道熬夜不好 但只要身体没有给出反应 依然不知改变 自顾自的玩住 手机成了睡眠的头号敌人 睡前玩手机会越玩越上演 手机屏幕发出的强烈的蓝光 对我们睡个好觉会有干扰 这种类型的光 模仿了日光 让大脑相信它仍然是白天 据研究表明 睡前玩手机八分钟 会让大脑兴奋一小时 对于我们的身体 什么时候该做什么 它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感知方式 而且这种蓝光会一直一种叫做 褪黑素的大脑化学物质的产生 褪黑素是由我们身体内的松果体分泌的 它的分泌通过血液循环 让身体感受到我该睡觉了 细胞们就会纷纷响应 进入休息状态 而蓝光会让身体觉得 现在依然是保持亢奋的时候 同时它会刺激大脑产生多巴胺 越玩越兴奋 导致难以入睡 而所谓一时熬夜一时爽 一直熬夜火葬场 睡前玩手机不仅容易熬夜影响睡眠质量 而且也会对身体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二 造成慢性劳损 在这个数字化时代 手机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快乐 尤其是在睡前 我们玩手机的姿势也可谓五花八门 身体不自然的弯曲 颈部越来越向前倾 这样的姿势会使人体颈部的胸锁乳头肌 不断向前拉伸 从而诱发颈椎病 造成慢性劳损 有人喜欢半躺半我 这无疑等于在脖子上挂了个哑铃 不仅会使颈部劳累过度 还容易造成腰椎肩盘突出 如果你喜欢趴着 就相当于是胸口碎大时了 肩关角度与肩胛骨的位置偏离 容易出现肩 以及上背部不舒服 对脊柱也会造成肌肉酸痛 同时胸部的压力也会增大 容易诱发胸胃曲软组织静卵 如果你喜欢葛优糖 那你的腰可就倒霉了 相当于坠了千斤重 不仅容易伤到脖子 引起体位性的头晕 腰部的悬空状态 也容易造成腰肌劳损 也许现在年轻的你暂时没有明显的感觉 但总有一天 他会悄悄找上门来 所以到底应该什么样的姿势玩手机呢 不建议采取趴住或侧躺的姿势 长期低头也同样不推荐 较好的是将手机位置放到与眼睛同一高度 与视线齐平 也可以仰卧 这样对颈椎的压力也会小一点 然而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要保护我们的机体 我们的容颜也在一点点被手机所侵蚀 对皮肤所带来的伤害是你意想不到的 三 出现雀斑 激素紊乱 当你睡前审静在玩手机的快乐时 你有没有想过它正在偷走你的美丽容颜 长期睡前玩手机真的会变丑 研究表明连续三个小时看手机 相当于在太阳底下暴晒了一小时 晚上11点半到凌晨4点 人体会分泌抑制黑色素生成的蛋白酶 如果这段时间见光 身体就会停止分泌这种蛋白酶 从而造成黑色素省住 加速皮肤的老化 胶原蛋白的流失 出现眼带变黑 雀斑等 而这种雀斑的克星叫做叶黄素 我们人体自身无法合成 只能通过食物摄取 同时还会造成体内激素昼夜节律失调 激素分泌紊乱 脸上更容易肠痘 中医上有这样一种说法 气血是人的粮食 精髓是人的种子 你吃完粮食 一看没得吃了 就该吃种子了 一旦种子被吃光 人的寿命也就完结了 因此想要长寿 防止衰老 从睡好觉开始 如果这样容颜上的伤害 让你觉得无济于事 那么接下来这一点 或许更能引起你的警觉和重视 那就是你可能会提前进入老年痴呆 四 增加患痴呆的可能 新鲜短视频的出现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越来越离不开手机 甚至在睡前不玩一会就会难受 睡不住觉 但是长期审进在手机的世界里 也许会增加你患痴呆的可能 让你变傻变笨 当你晚上睡前 躺在床上刷住短视频 朋友圈的时候 手机逐渐成为了你的新器官 负责你的信息发送和接收 记忆的存储 大脑该做的事情 它都替你做了 我们应该珍惜这个器官 但不要让它成为我们的大脑 国外也有相关研究表明 过量的手机和无线网辐射 会导致早发性阿尔兹海默症 年轻的朋友们 注意这个早字 这说明可能在65岁之前 就会开始发作 然而现实是 许多的早发性阿尔兹海默症患者 在30到60岁之间 就已经出现症状了 要知道的是 传统的老年痴呆症多建于70岁以上的人群 据统计 在过去的20年内 全球阿尔兹海默症患者 确诊的平均年龄也在下降 导致阿尔兹海默症的关键治病因素之一 是过量的钙离子 而玩手机 无线通信就会导致细胞中的钙离子加速增长 同时会影响大脑的排毒 导致你的注意力 警觉力 记忆力都变差 除此之外 大家玩手机的时候都很专注 眨眼的频率也会变低 如果在关灯的情况下 黑暗的环境会与手机强烈的灯光形成对比 导致精状体突出 眼部肌肉紧张 眼压升高 科技改善生活 手机帮我们完成了很多事情 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但我们在享受这种便利生活的同时 我们的身体也在无形之中付出代价 如何借掉睡前的手机饮呢 我们可以卸在一些不必要的软件 或者设置闹钟 只玩半小时 到点之后就放下手机 或是看一些纸质版的书 可以更好的促进我们睡眠 我们不停地试探自己身体的底线 享受着夜的狂欢和手机带给我们的短暂的欢愉 但我们要明白身体才是一个人最大的本钱 我们下个月就会再有一个人不停地试探自己的 Campo 我们下个月就会再用一个小时 我下面能为